大家好 我是東雲走的橋的鮑勃 大家知道橋橋們其實散步在世界各地 而其中有一部分的橋橋是坐在日本嗎? 坐在日本的橋橋以及包含我自己 可能不會每天都吃日本料理 有時候來個好吃的漢堡或是浪漫的西班牙料理應該都很不賴 本支影片就是獻給坐在東京的橋橋 或是你來東京旅遊吃太多日本料理太膩 想要換點口味的朋友們 那我們就來介紹五家在東京的異國人料理 這些餐廳的評價也都很高 而且都沒有存在東橋其他影片中喔 請大家看下去吧 這家位於本鄉三丁木的漢堡擺明店 Firehouse開業已經超過20年了 外觀內觀都有種歷史感 但分文非常的輕鬆 菜單內漢堡加三明治大概也有20幾種選擇 包伯點的漢堡是每家漢堡店一定會出現的培根起司堡 外加兩塊炸雞以及一杯巧克力奶昔 簡直挑戰健康極限 培根給的非常好賣 然後看看美乃滋涂的滿滿的 漢堡肉排非常的多汁 然後融化起司布滿整個漢堡肉上 真的可以稱作豪華 另外炸雞也十分的酥脆多汁 奶昔也一點都不水 十分的濃郁 感覺整家店的每一個餐點都非常的不馬虎 聽說這家店連美國人都說好吃 比美國自己的漢堡都好吃 包伯沒有在美國吃過幾次漢堡 所以無法證明 但這家店的確是包伯覺得東京最好吃的漢堡店 北餐到 Trattoria Tenta Boca 義式料理Tenta Boca 美味 氣氛好 評價 服務態度非常好 是一家集合眾多優點餘一生的餐廳 包伯選擇午餐的時候拜訪這家店 包含前菜 義大利麵 魚或肉料理 甜點 咖啡的中午套餐只需要2600日幣 喔 然後超好吃的麵包還可以吃到飽 店員還會主動貼心地問你需不需要再吃麵包 每一道菜的擺盤都不馬虎 也有一定的份量 但不至於會吃到太沉 肉料理的羊肉配馬鈴薯 是整個Quartz的highlight 肉煮得十分的暖韌 雖然帶有一點肥肉 但完全不會膩 配上酸酸甜甜的醬汁 讓這道料理提升一個層次 最後一定要提一下是它的甜點 很多異國餐孽的甜點 感覺就是為了多一道餐點 然後隨便有個普通的小蛋糕打發一下客人 但Tenta Boca的甜點完全不馬虎 雪糯加上騎士塔 分量雖然不大 但絕對有誠意 鷹鷹丁 Suna No Misaki 東京好吃的咖哩真的很多 但充滿風味的裝潢跟擺盤的店不多 這家店是依照老闆這幾年去印度學習的記憶 所創造出來的味道以及裝潢 整家店的外觀就給你一種神秘感 到了二樓會發現真的有夠苦 整體店內的木頭色 加上藍綠色給你一種舒適感 裝潢雖然多 但是不會雜碗 還有一片樹葉當桌墊真的很用心 Bobbo點的2430日元的Special Curry非常的豪華 是用當季的魚肉以及新鮮的蔬菜所做出來的菜單 每一個小碗所裝的料理的味道都不太一樣 Pourriol是豆子跟馬鈴薯 香料所做成的 飯上也有撒香料以及香蕉片提味 主角卡里的魚肉也是非常的入味 雖然所有東西都擺在一個盤子上 但真的有種吃了Full Coors套餐的感覺 聽到New Modern Chinese 應該就知道這裡所提供的套餐是摩登中華料理 概念是中西河地的中式料理 鮑伯點的6800日幣的藥膳火鍋套餐 提供了幾道小菜 松露加米粉 油炸香菇佐黑醋 芹菜蘿蔔沙拉 使用當季食材的炸春捲 藥膳火鍋的方面就跟一般的鴛鴦鍋有點像 麻辣跟白鍋都有 麻辣鍋實際上並不會很辣 直接喝湯也是很OK 豆腐、雞肉、菇類也都很好吃 蠻有趣的地方是豬肉片只有給四片 而且是店員所幫你蒜的 有種小小的高級感 在火鍋料吃得差不多的時候 店員會給你麵做細麵 但是不像一般火鍋店所給的烏絨麵 或是較軟的麵 這家店給的是便宜的生麵 感覺有點像在吃義大利料理的感覺 結尾的甜點非常清爽好吃 我覺得這家店整體服務跟料理的美味程度 我也給很高的評價 也難怪這家店在塔貝洛湖上 是全日本1000名以內的餐廳 新大酒保 別逗難吃 最後介紹的餐廳是越南料理 你在塔貝洛湖搜尋越南料理 它就是全日本評分最高的餐廳 可見日本人多喜歡這家店 Bobbo也是在中午的時候拜訪這家店 河粉加上炸春捲跟生春捲的中午套餐 只需要1000日幣 我覺得也在東京的價位真的非常合理 而且份量也非常的豪華 湯還滿清淡的 但帶有剛剛好的鹹味 河粉所給的牛肉算滿多的 而且很好吃 當然主角河粉也是Q度十足 加上清脆的豆芽菜 讓整體清爽度大增 炸春捲炸得剛剛好 不會過膩而且料很豪邁 生春捲用看來就知道很好吃吧 河粉跟春捲整是雙竹菜 光環絕對不會被另外一方搶走 以上就是這次五家異國料理餐廳的介紹啦 應該多數人看完覺得沒有什麼參考價值 但就要我們一直說的 東橋的影片希望可以照顧到不同的族群以及需求的人 我相信應該可以幫到一些住在東京的橋橋們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訂閱東運走橋的頻道以及專業 想要支持東橋的也歡迎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囉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見 掰掰